大家好,歡迎回到古董藏笛讀書會,大家好我是燕秀 我們今天一樣有四位專家來為我們帶來古董藏笛的知識跟小故事 首先我們有潘仲賢老師,有瑞玲老師,徐仲章老師,太嘉芬老師 我們今天看起來這是銅館吧? 雖然長地是木館,可是我們今天的主題是跟金屬有相關性 主題是什麼? 如果跟前幾集比起來的話,會發現我們桌面的顏色有很大的改變 之前是滿滿的目的 現在開始進入金屬的時代 金屬時代差不多在什麼時間開始? 開始有這樣子 大概在18世紀初,也就是17幾年開始,又開始慢慢 我們從木管的1K,1K開始又有嘗試用 用金屬開始做 對,開始用管身用金屬嘗試下去做 但是我們講到說,在歷史的發展上 木材的加工比較容易的 但是到金屬方面會比較多的困難 那因為工業的發展 我們不可惠人在長地這個發展上 我們看到我們需要一個管子 對,在歷史的發展上面 其實很重要一點就是說 大家記得大航海時代 在船上,船長需要什麼東西? 望遠鏡 那望遠鏡的製作在當時就是一種 蠻大的一個我們講說 產業的革命,產業的改良 那一樣的東西我們在長地的製作管業方面 就要接近到這個望遠鏡的製作的管鏡的技術到這上面 所以也是因為透過這樣子慢慢慢慢去引導 開始有長地製作 然後到了貝姆的年代 我們都知道貝姆家裡是做什麼?做珠寶的 所以他們配合珠寶的焊切的工藝 然後那時候配合德國跟瑞士很先進的 裝表的一個工業 所以他們慢慢把這精密工業的一個記憶 就導入到長地的製作管業系製作的場面 所以開始慢慢發展了整個長地 用金屬,畫像金屬一個時代的開始 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也知道說一般來講 我們最早的材料的取得 會有一個比較 我們像上次講的木頭 就是從我們居家裡面的家具、門等等的去取材 那一樣的我們在早期 在這個我們除了銅的取得 就是我們剛剛講望遠鏡 至於說我們比較貴的一個金屬 像銀 銀 那時候金還是非常非常稀少的 銀的話我們大部分取得 我們小的大概會有用銀去做這個吧 因為太貴了 所以我們比較好的取材是從銀幣開始 把銀幣直接融掉 對對對,用銀幣下去加工來做這個東西 不是要花多少錢給 他們沒有想說去找銀鑄幣場的地方 去跟他買這樣的原料來做 其實這也是一個方向 就是說其實他們的比較簡化方式 從銀幣場去取得這個材料 那跟我們現代的取材又不太一樣 我們講到現代取材大部分都是很多 因為工業化的進步 很多東西我們可以當然取得 而且因為純度的關係 我們很多都是用 像銀目前是用電解法是最大的一個方式取得 那電解我們透過電解的話 得到的銀幾乎都是99.99 它量比較高 然後我們跟以前製造靠型相反 我們現在是透過我們現在所謂的比較精密的方式 去用99銀 然後再加其他的材料進去 配比例更配上我們說925的比例或者958 或者甚至900的比例 也透過現代科技透過不同的比例的材料的特性去改變聲音 所以我們就要做很多 現在來講很多不同不同 我們的比例不一樣 然後它的材料不一樣 造成不同銀的音色不一樣 這也是很多廠家各自所謂宣傳的各自的獨家秘方 但是他們都是以銀幣 或者說銀這個材質當作一個基底 然後再去加其他的 這個是怎麼定位出來是決定銀 為什麼不是銅啊 為什麼不是銀啊 為什麼不是其他的東西 你意思是說 為什麼不是其他為基底 再加其他的金屬 而是用銀當作基底 這個只使用銀為一個主key好了 這件事情是怎麼出現的 OK 這我們回到歷史上去看 因為早期因為他們認為說 銀在當時我們拿到的東西 第一個是銅 它覺得很亮 然後銀也是一樣很亮的聲音 可是在貝姆當時他們在那個環境說 銅的話是傳導很好 包括銅管可以這樣做 可是用在這個底子上面 它的穩定度就比較不好 因為它按鍵的關係 所以如果銅的強度不夠容易變形 所以在當時他們比較早取得 就是用銀開始做 但一方面銀他們認為說 有的貴族現在我們會用K金做 有錢 可是那個是財富的問題 那個時候已經有K金 是這樣的一個產品 而那時候的金的話 也是說在珠寶上面 我們從珠寶看到這個材料運用 早期我們等一下黃冠就有了 只是說 太貴了 對 太貴了 所以主要還是以銀為贏 銀在當代就是一個很主導的一個 一個很高貴的金屬 一種金屬 那當代的銀就是說 跟我們現在開採不一樣 他們是露天開採 然後用類似意思 野鏈野鏈 就是慢慢把雜質去掉 所以事實上 雖然當時銀有958 925 或者說甚至最早 他們並沒有去定義這個銀 是多少的成分 他們只是用比重 然後撐一下 這大概是925以上 他們就會說 這是一個純銀幣 當時可以承認的 所謂法鏈的貨幣 而至於說 它裡面的成分 是我們後來經過後來 才去慢慢去把鑑定 然後分析 原來裡面的銀不只銀 還有很多高貴的 或者白金 或者黃金 白金的金屬在裡面 所以我們在早期的一個銀底裡面 我們發現早期銀底 事實上是比較不容易生鏽 而且聲音跟現在的銀底 有點不太一樣 是怎麼樣不一樣 因為裡面配方的不一樣 一些稀有金屬的 改變一點的改變 譬如說 我們在金裡面 金屬屬比較穩定的一個金屬 所以它加在這個合金裡面 它可以改變原來金屬 像銀比較有氧化的現象 裡面如果含金的話 它不容易氧化 而且表面比較亮 所以我們看早期的樂器 很多人現在想要去仿製它 事實上 沒辦法去做那麼百分之百 因為很多微量元素 並不是很容易夾進去的 他們現在這個我很好奇 它剩下的那些銀以外的元素 就是全部都可以分析出來嗎 可以 透過現在大概一個量以下都 不容易分析 對 如果是這樣 那不是都可以完全反推回去 去製造成原來那個金屬 做出當時的原因 是 我相信現在科技可以 可是如果是那麼微量到現在測不出來 他們應該也沒有 主要是要加那個的意思 但是 它的原來配方應該也是一種 一種污染而已 但是 對對對 可是有時候好像那個 額外的配方 反而是影響這個銀的 因為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銀的含量多少 然後它會不同音色 剩下的才是影響 可是如果這麼微量 我不知道它的影響力有多少 對 那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銀核心來講 事實上 它百分之九十幾%都是銀 所以它的基底上是不太會變 那只是說 因為我們在分子架構來講 它都會不同的那個微量原子 它的鏈結是不太一樣的 再來就是說 我們很直觀就是在 我們以往今天 做我蒐集的經驗來講 事實上很多 一個年代之前的銀 就是說他們是用原礦去做的銀 銀器也好 確實是比較不容易生鏽的 那我們現在因為是用反對方式 等於說再加回去了 是生鏽還是說氧化 生鏽就是氧化 一般我們會講氧化 因為生鏽是比較針對於鐵系的 對 氧化 那所以現在我們眼睛看到的 通通是銀嗎 就是說這邊這個白白的這個部分 沒有 我們現在桌上的銀底就是 第三把到 到第六把 這個 這四支是銀的 那這兩支呢 這兩支呢 這兩支是我們剛剛要提到的銅 銅 銅 銅核心 銅管 對 銅管核心 銅有度銀嗎 沒有還是純銅 在早期的話 我們電鍍的科系也是大概 二十四支才有 然後 比較早的話在法國大概十九世紀末 他們開始嘗試用電鍍 他們最早的電鍍是用直流電鍍 真的用電子才去電的 跟我們現在的又不太一樣 整個工業的發展 所以這次是電鍍嗎 這次是鍍銀的 這次是鍍銀的 鍍銀 所以這次就是銅的顏色了 它就有一點點快要綠了 應該說氧化 快變成自由女神的那個 對 被那個上 那個年代對得上 年代對得上 然後它變綠色就是氧化 氧化 就是說我們 我們看到這把的話是 在早期的德國大概 也不能早 1930年代 也就是說貝姆 他發明貝姆的以後 他開始去嘗試 那經過也是經過 過一百年 快一百年了 快一百年 工業的發展 銅的應用跟 它的取材也比較方便 整個穩定性好 剛剛我們工業的那個 水平 我們的車床 各種加工取材也比較好 所以對加工就比較容易了 所以在這幾年代 他們大概在二十世紀初 一直到五六年代 在德國很多都是用銅下去做 因為銅確實 我們講銅管那麼亮的聲音 確實銅的振動上有它的優勢 那為什麼現在反而就是 銅的樂器不見 這個東西的原因是 只是單純的 對於聲音上的喜好程度 還是有其他原因 因為剛剛講說銅這麼好 為什麼現在銅不見 因為我 我在講現實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現在人在買樂器 很多 並不是在乎它的神明 或者它的效果 而是說 是在它的價值嗎 就像你買車一樣 就像你買車一樣 其實我們在現在 大概在學生解約器 普遍是用銅做的 只是 它是銅的意義 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它是銅 像很多 了解 很多善言用法 還跟你講 事實上 裡面沒有 它就是 事實上就是銅合金加銘 加銘 然後去鍍銀 這樣 它其實 你剛剛講說 就是很多學生集的樂器都是 其實是銅 然後去鍍銀 對 但因為它的做法上 還是有差別 它是用比較 書籍做法 或者說 對對對 我現在很好奇說 為什麼沒有 既然這個材質其實 為什麼沒有人拿這個 來做 用高級的做法 高級的挖法 哇那個吹口 其實是有的 其實是有的 在日本 或者歐洲 一些 手工定做法 他們是接受這樣的定制 那是定制而已 定制 所以它其實也沒有開放 就是沒有那種大量生產 然後 事實上是 還是我們回到一個 市場的需求 市場 因為 我相信很多演奏家 對聲音還是有需求的 他也喜歡這種 銅的聲音 因為銅 不同的搭配 它還是有它不同的音色 那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就可以去定制 只是說 相對來講 在當代來講 他們就比較開放 OK 我這個樂器廠 我就做很多選擇 不同材料 讓你去選擇 那只是 很可惜 我們人類經過兩次 大家知道 整個這個 這個文化是有點被 被壞掉 就很多都沒有在傳承 就剩下很可惜 還好 我 有多少保的到一些 當代的東西 可以 現在可以試試看 每天要不同 那所以這個第四支以外 就是中間這四支是銀的 這兩支是銅的 這兩支是銅的 那接下來這幾支的 接下來又是 一起排在這裡 那我們一個一個方向走 我們先從銅開始好了 好 這個是30年代的一個 一個德國底的做法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它 它雖然是 有沒有覺得這裡很 它就是貼心 貼心的 也就是說 其實在20世紀的初期的話 目的的一個流行 還是滿主流的 但是他們當時不想電鍍是因為 他們考慮到 電鍍到後來一定會拖電的問題 拖電它反而會造成說 一個不均勻 是不美觀 還是聲音會有 聲音會有 聲音會有點落差的感覺 真的 所以現在 有時候初學敵的學生 他們有時候會上面有泡泡 所以那個醫生會有泡泡聲 真的假的 吹起來會有那個泡泡聲 沒有啦 就是如果這樣 這樣到慘都會聽到 就是說視覺上跟聽覺上都一樣 都一樣 吊氣 一樣有吊氣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 以前我看一些法國號 他們買來是很亮 但是他們會把它 外面那層刨掉 就變成一個霧面的 霧面的法國號 對 是不是概念有點像這樣 就是其實他們 並不需要外面那層電鍍 法國號更多的 其實我認為是烤漆 他們是烤漆 對 但是他們想要把它刨掉 原因是因為他想要露出本來的這個銅 銅的這個 音色也好啦 或者是 這個 你就不太清楚 我就不清楚 可是我突然看他 看到他突然想到說 有些銅管他們是故意會讓他變成霧面的 他已經掉漆了 沒有 他是故意是買的是亮 但是他沒有辦法再把它變成霧面的 對 這個是 OK 我們講第一把的話 它的 比較特別的是用黃銅 比較類似銅管的樂器 然後第二把的話 它 比較特別 它本身是比較接近我們現在用的 所謂的白銅 就是銅裡面是密合金 白銅是北鐵 白銅 不是 北鐵是不鏽鋼 Sorry 太早劇透了 白銅他們就說 當時出來他們覺得說 白銅它看起來會比較亮 所以有點像銀的感覺 中間叫 Gemersir 所以 白銅這個金屬本來就是銀色嗎 它是白色的銅 白色的銅 比較黃的銅跟比較白的銅 對 這是黃銅 所以是白色的銅再加 你剛剛講出來 應該是說 因為它的加銅以後 加銅 我們銅本來是有點偏黃 銅以後它會變得比較白 那這個是 就黃銅它並沒有再加任何的 黃銅其實它有加銅跟鑫 這個是加銅跟鑫 那這是就加銅 對 所以它的成分不一樣 會造成顏色不一樣 硬度也不一樣 我現在想那個維他命那個C 那個顏色是不是比較好 對不對 沒錯 那個元素是比較好 所以我說這個銅和這個銅 化學元素表上是同一個字 今天是化學課 對 趕快 各種化學公式都要拿出來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說 他們當時因為 那個年代他們都特別把它做了電鍋 因為那個年代的電鍋 除了美觀以外 還有說他們電鍋會比現在還厚 厚以後 它在震動上會產生外殼的感覺 有點類似我們現在PTP的那個感覺 對 所以那個效果又不太一樣 那我們就可以現在請老師幫我們示範一下 我們今天進來一個黃銅的 純黃銅 我們來吹個卡門 好 看我的卡 等一下 今天是充滿感情 對 Dramatica 對 genere 對 我們今天是充滿感情 全都沒有 對 在ー ения